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纽约时报报道 共和党佛州参议员卢比欧很可能出任国务卿 卢比欧他是著名的对中鹰派 已经遭到北京制裁 而且还在名单上 不过他对于我们台湾相对友善 卢比欧说过会继续支持台湾 我们这一看到川普的新时代即将要来临 那么先前赞助他选举的大金主马斯克的影响力也逐渐浮现 传出马斯克想要主导参议院的领袖人选 好来发挥他的影响力 川普内阁人士慢慢浮上台面 他申布任命前移民局长霍曼 负责主导驱逐非法移民 这个职位被称为边境沙皇 斯特凡尼克身为共和党的主要募款人 是川普的强力捍卫者 如今将派主联合国 至于剩下其他官员该由谁来担任 传出马斯克积极插手人事布局 根据CNN报道 选后这几天 马斯克经常在海湖庄园与川普共进晚餐 连孩子都一起带来 他表态支持佛州参议员史考特 担任共和党参议院领袖 并力挺川普的修会任命要求 确保新内阁人选不需经过参院人事审查 可能让现任参院领袖麦康诺接任梦碎 川普公开表态不会让庞佩奥跟海利入阁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小川普等年轻保守派 认为庞佩奥未来可能成为范斯接班的阻碍 强力阻止他进入内阁 在美国的投资市场现在流行川普交易 那么因为川普即将要重返白宫 也带动了加密货币以及美股的涨势 尤其是在币圈没有降温迹象 比特币的价格飙迫了8万8千美元 在美股四大指数星期一收盘也延续涨势 道琼以及标普500都占上新高 等你看到现在华尔街投资人预期 川普政府即将会降低企业税以及放松监管 加上联准会最新的降息决定 也提振了市场情绪 美股标普500收盘突破6千点 道琼工业指数第一次收在4万4千点以上 两大指数都是突破记录 那么在特斯拉的股价交易连续5个交易日都是呈现上涨 但是台积电ADR因为全球美国商务部发函要求台积电 暂停向大陆客户供应部分的先进晶片 所以有可能影响到台积电整体5%到8%的营收表现 因此台积电ADR下挫3.55% 另外观察到川普政府对于加密货币的友好态度 随比特币飙涨涨到了将近8.9万美元 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周一股价也暴涨将近20% 既然是选战有赢有输 我们来看战败的这一方 美国大选民主党战败之后 总统拜登与副总统贺锦丽同台出席活动 贺锦丽的前幕僚他呼吁拜登提前在卸任前辞职 好让贺锦丽可以短暂成为全美国史上第一位女总终 周一是美国退伍军人节 拜登总统跟副总统贺锦丽大选之后首度同台 就是参加退伍军人节的纪念活动 这是拜登任内最后一次对退伍军人发表毕业演说 可以看到贺锦丽在大选惨败之后回归 要完成最后七十多天的副总统职务 不过贺锦丽的前幕僚就出面呼吁拜登在卸任前要提早辞职 让贺锦丽短暂能扶正 至少成全美国史上第一位女总统 但是目前贺锦丽并没有这样的打算 而筹组新内阁的川普几个人士也终于明朗 CN就报道川普移民的前首席顾问米勒 将回国担任他的白宫副幕僚长 他一直是强硬的移民政策主导者 预料可能会执行川普大规模遣返非法移民的计划 而新政府另外一个关键职缺环保署长 确定是由共和党前纽约州众议员泽尔丁担任 川普称赞他是美国优先的政策斗士会松绑法规 让企业发挥力量 另外川普也宣布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确定是由共和党众议员史蒂芬尼克出任 预料接下来几天川普会有更多的重大人士宣布 从明年一月开始 川普即将主导美国白宫 那么新的政府人员名单 也看得出他未来的政策走向 现在传出了强硬派退休移民官员霍曼 即将要重返川普的新政府主管边境事务 显然川普将会维持第一任任期 对于非法移民的强硬态度 川普是在社群平台贴文当中宣布 将会任命霍曼主管边境事务 霍曼他曾经在川普的第一任期时 推行所谓零容忍政策 还被封为边境沙皇 这一回即将要回国川普的新政府 显然协助他执行大规模遣返 无证移民的选举承诺 先前川普移民议题首要顾问米勒 即将是出任白宫主要负责政策的父母寮长 他在选前曾经说过了 川普第二任期的新政府将会把驱逐移民的人数增加十倍 达到每年超过一百万人 先前多次表态支持以色列的共和党纽约州众议员斯特凡尼克 则是将会出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 那么再来看到 其实在选后出现了一件事情 反对川普的选民该如何过日子呢 现在说有些人陷入了集体焦虑 想要移聚加拿大 这个想法也变成了热搜关键词 但是为什么现在呢 非裔民众收到了假讯息 还出现了恐慌情绪 带你来看 美国总统大选才落幕 纽约曼哈顿马上出现大批民众上街示威 这场名为保护我们未来的游行 基本上就是冲着川普而来 周末华府地区也有类似的行动 不分年龄的女性民众 齐聚一堂高呼口号 希望选后还是要继续关注 身体自主成议题 美国选举完仿佛变两个世界 部分贺锦丽支持者 似乎感觉美国不适合居住 路透社报道 美选投票结束后 24小时内搜寻移居加拿大的关键字 激增1270% 贺锦丽的支持者坦言 还无法接受川普胜选的事实 另一份选后针对贺锦丽支持者的民调显示 高达54%的人想要搬家 当中又以Z世代的人最多 接近20%想要离开 或至少迁往立场教偏民主党的州 美国选民还在消化选后情绪 却陆续有非裔民众收到 要他们去摘棉花的歧视简讯 这些简讯精准传给20多州的非裔族群 加上部分提及的种植园真实存在 以假乱真害民众心生恐惧 川普阵营否认与简讯有关 但内容本身足以使美国社会分裂 无独有偶乌乌克兰政府情报安全中心 最近也在网络抓包俄罗斯散播的假讯息 影片捏造乌克兰士兵朝着戴川普帽子的假人开枪 怀疑也是想促使美乌间产生矛盾 但另一边怀抱美国梦的无证移民 最怕不久后会收到真实的驱离通知 共和党人士接连强调会有大规模驱逐令发生 民主党内也开始检讨边界议题的论述 为何会败给川普 根据民主党参议员桑德斯的说法 美国社会有约60%过着月光族的生活 如何缩减贫富差距才是未来美国两党 该共同思考的改革问题 与新闻纵报道 川普即将在明年1月份正式就任 那么现在全球迎来一个新的局势 南韩又是怎么看新一波的美中贸易大战 包括现在有南韩的钢铁集团已经宣布 要卖掉在大陆境内唯一的一座钢铁厂 那么就连美国纽约潮牌的业者也宣布了 在大陆的生产线要减少一半的产能 避免被川普的高关税吃掉利润 打出个性秋冬薛款 纽约的知名巢鞋 Steve Madden IG 限动薛船 双十一优惠同时开出美国企业 在川普胜选后的第一枪准备去中国化 Steve Madden行政总裁在财报会上宣布 将45%的中国采购转到其他国家 专注在巴西 墨西哥 越南和柬埔寨的工厂 不止美商 南韩的普向钢铁集团 面对川普执政后可能调高进口关税 加上中国大陆钢铁产能过剩 经济下滑 光是去年就惨赔近42亿台币 决定出售在中国境内唯一的钢铁厂 南韩政府提醒企业赶快做好准备 川普曾放话要对中国大陆 克征百分之六十的高关税 还没就职已经掀起外商撤中潮 贸易战就从特朗普开始的 特朗普再上台了 他不会放过毒魔的 所以说这个肯定对我们中国有影响 针对川普可能启动关税战 专家分析一旦提高关税 美国的劳动人口又减少 最后恐怕会导致美国物价上涨 TV新闻综合报道 那么也来看川普即将要主导全球的震惊局势 台积电受到哪些影响呢 今天在这个台股的表现 台积电早盘股价跌了30元 跟这件事情有没有关系 台积电先前停止供应大陆客户 相关更先进的AI晶片 那么是配合美国政府要求 有两大的外资都出去报告显示了 对台积电影响有限 最新的评级交给记者林立 台积电日前已经通知停供大陆客户 相关更先进的AI晶片 对此外资摩根士丹利跟花旗证券 不约而同出具报告认为 对台积电的影响有限 因此两家外资仍然维持 优于大盘以及买进等正向评级 因为台积电已经停止为大陆生产 7奈米或更为先进的AI晶片 对此大摩半导体的产业分析师就表示 台积电的营收中来自大陆 云端AI半导体的收入占比非常有限 大约只有百分之一 其中台积电的主要大陆客户 包括了晶片开发商 算能科技 阿里巴巴旗下半导体晶片部门 平头哥 以及像是MetaX等小型企业 花旗半导体产业分析师也指出 统计整体大陆客户只占了台积电 营收贡献大约百分之十一 而且多为智慧型手机 跟加密货币晶片等不是AI应用 另外随着对高效能运算晶片 向大陆出口的进一步管制 部分订单可能会转向受管控的晶片 对台积电而言 还是能带来正面效益 未来这些日子 你会听到这个关键字 COP-29 第29届联合国气候峰会 已经在亚赛拜然登场 但是这个国家一向对我国不友善 所以我国官方罕见没有受到邀请 就连我们台湾的NGO团体 想要办签证也受到阻挠 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其实我们台湾对世界是具有影响力的 这件事对台湾不公平 TPBS独家取得了联合国的采访证 请看记者张正安在当地的报道 今年的联合国气候峰会 在亚赛拜然首都巴库举行 TPBS采访团队独家获得联合国媒体采访证 因此可以在这为台湾观众 带来第一手消息 不过不是所有的台湾官员 或是团体都受到邀请 巴库气候峰会11号盛大登场 有超过4万名代表和百名国际领袖前来参加 但亚赛拜然向来对台不友善 我国环境部长彭启明被排除在外 我身为一个环境部部长 我是全世界大概将近200多个国家里面 我是少数没有被邀请的环境部部长 过去11年都有出席 今年却未受邀 彭部长无奈为台报取 但是我们对全世界都很有影响力 所以我会觉得是说 国际社会应该更公平的来看待台湾 不能亲自前来参加 彭部长之号在台建立Cup29气候战情室 透过线上掌握消息 然后我们我这次虽然没有办法参加 但是我会透过各种的方式 包含了我们成立一个战情中心 事实上亚赛拜然是前苏联国家 在苏联垮台后跟邻国亚美尼亚战火不断 我国外交部因此将亚赛拜然列为橘色警示 避免非必要的旅行 另外亚国也是大陆的一带一路重点国家 将台湾视为中国大陆的一部分 非常有困难 因为亚赛拜然政府 他不接受任何台湾人签证 甚至在他们在其他国家的领事馆 也完全拒绝台湾签证 也就是因此不少以往必到的台湾团体 这次只能遗憾缺席 TVBS特派记者张正安 在亚赛拜然的采访报道 亚赛拜然到底在哪里呢 其实他的北部就是俄罗斯 南部与伊朗来接壤 我们等你来看看其实在这个会场 有一件事情是我国外交部 释出了最新的宣传影片 希望告诉全世界 台湾可以help 我们赶紧把镜头交给在 峰会的特派记者张正安 好的主播 亚赛拜然气候峰会的领袖峰会 将在明天登场 不过在大会开始前 有许多大国的领袖 已经宣布不会前来出席 包含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由副总理丁薛祥代表出席 俄罗斯总统普钦 法国总统马克宏 欧盟之委会主席范德莱恩 都将缺席 另外还有南非 日本加拿大 印度等国家的领袖 都不会前来 另外荷兰总理也是在 最后一刻宣布 由于国内爆发反游事件 他决定不会前来 亚赛拜然 那这些国家领袖纷纷缺席呢 也让各界担忧 他们对于应对气候变迁危机的承诺 究竟能兑现多少是一个大问号 另外我国台湾 也是无法参加COP-29 但是外交部稍早释出了最新的推案影片 淡蓝小点的未来 是用台湾第一颗 制自摇测卫星 福尔摩沙5号卫星所拍摄的画面 搭配生活实际呢 来呈现台湾使用高科技协助 友邦应对气候变迁的努力哦 包括在中南美洲帮助 贝里斯建立预测系统 提升城市的防灾韧性啊 以及帮助帛琉富裕珊瑚等等的哦 那这支影片就是要呼吁国际社会 正视台湾的伙伴价值 以及接纳台湾有意参与 联合国气候变化 纲要公约UNFCCC 那至于明天将登场的领袖峰会 会讨论什么议题呢 最主要的就是制定新的气候融资目标 来协助开发中国家绿能转型 另外啊台湾的专家认为 虽然上一届Cup28 达成了要逐步太除化石燃料 但本届可能不会有进一步的相关讨论 不过大会呢会提出 储备成长六倍的 储能与电网宣言 还有轻能宣言等呢 来作为削减化石燃料的举措 以上是TPBS特派记者张正安 在亚赛拜然的采访报道 的确要高度的关注气候变迁 因为极端气候让你我的荷包都变薄了 像是想喝一杯咖啡 现在价格越来越高 全球的咖啡豆价格维持在历史的新高点 所以要带你们看看 在新加坡有间新创公司 想了一个办法 是利用发酵的面包 制作出没有放咖啡豆的拿铁 但是传出了浓浓的咖啡香 不论是餐厅里的调味饮料 还是咖啡厅里的拿铁 这些我们早就习以为常的浓郁口感 跟丰厚的香气却都不是来自于咖啡豆 呈现出来的效果 香气口感都接近市面上的咖啡 但却不是咖啡豆制作 就是担忧全球暖化 影响咖啡产量 加上种植过程可能造成的影响 但仍旧期待保留咖啡带来的生活模式 在这些新创公司的技术总监 带领下走进实验室 看如何利用天然的食材 而不是利用香精 来模拟出咖啡的口感 还有香味 用48小时发酵的面包 制作出来的咖啡 就连技术长都分不清真假 不想仰赖 我们做了摩托 甚至我错了 我能知道哪个咖啡 哪个咖啡 哪个咖啡 我能够知道哪个咖啡 哪个咖啡 哪个咖啡 这种方法 我给我 全是关于味道 全是关于味道 我认为咖啡 咖啡 是那么在生命 和我们的行为 我们当时会有 感情的反应 当我们喝 我们尝试 做这种 并不靠近 草莓 不想仰赖一般的种植 来收获咖啡 有同样想法的新创公司 还有这一间 不过这家企业 并不是使用自甲乱蒸 而是把真实的咖啡豆 在实验里复制培养 利用生物技术复制 并且在实验室里收获 研磨烘焙 创造出完全 在实验室里生产的咖啡 尽管还是初期研发 但实验室咖啡 预计2026年 就可以上市 另外一款的 无咖啡豆咖啡 也获得超过 200万的投资 其中就包括 新加坡旗下的投资公司 但业者碰到的最大难题 还是成本问题 新加坡的新创能量十足 不过在生产方面 却不是最优选择 因此包括越南 泰国等地的大型食品集团 也积极要跟这些新创企业合作 要借由这些高科技的永续产品 来扩大东南亚的销售市场 TVA新闻综合报道 国际间的意外消息 要告诉您 在大陆广东珠海的航展 今天是要盛大登场 但是在昨天晚间 发生了意外攻击事件 珠海体育中心发生恐怖攻击 一名62岁的男性驾驶 开着收旅车冲撞民众 据说有多人重伤流血倒地 根据香港明报的报道 现场至少有10人不幸死亡 将近100人受伤 请看本台特派记者第一手报道 11号晚上 中国大陆珠海体育中心 传来阵阵尖叫和哭喊声 目击者拍下多人重伤 全身是血倒过在地 明显失去知觉 还有人表情痛苦 坐在地上等待救援 现场一片混乱 因为死伤的人数太多了 因此送到了四家的医院 其中有一家是中山五院的 急诊科医师 他就告诉了媒体记者 光他们家的急诊室 就起码有20个受伤的病人 晚上大约7点48分 一名62岁男子驾驶越野休旅车 冲进体育中心 朝着人群冲撞 当时不少正在散步和运动的民众 被无辜波及 警方获报后到场 拿着警棍盾牌包围嫌犯车辆 第一时间男子还不肯配合 手拿一把刀坐在驾驶座与警方对峙 当时候的话有不少的民众 他们是饭后正在散步 或者是正在运动 毫无任何的防备 于是就通通都被撞倒了 根据了解 一直到救护车来的时候 还有不少人是躺在地上 一动也不动的 案发后 TVBS特派直击冲撞现场 TV中心已经紧急暂停开放 周边有大批警力巡逻 不处路段交通管制 还有人看到直升机在上空盘旋监控 发生无差别攻击案 人心惶惶 广州往珠海的高铁上 几乎每位乘客都在关注案件相关讯息 香港明报引述医护说法 粗估这起事件 至少造成10人死亡 近百人受伤 TVBS新闻谢前夕 陈向如广东采访报道 探索太空 一起来关注全球首富马斯克 他拥有的航太公司 SpexX 是在我们台湾时间 周二清晨 连续发射了两枚猎鹰九火箭 最新影像也带你来看 SpexX是从美国佛州卡纳维尔角 成功发射两枚猎鹰九火箭 第一枚是在我们台湾时间 星期二凌晨一点过后 运在南韩6A通讯卫星上太空 那么另外一枚则是台湾时间 今天进程五点多 部署24颗星链卫星到禁地轨道 特别的是 这回使用的猎鹰火箭 使用回收式的助推器 随低节的助推器 在发射之后 依照相关的流程 就会降落到大西洋上的无人艇 透过回收重复使用 聚焦珠海国际航展 这次有超过30%都属于新型的武器 航展其实分为专业日以及公众日 大家才发现 公众日民众是可以买票 进场去参观的 我们赶紧连线 TBBS特派记者陈向如 现在我所在的地方是 广东珠海的国际航展现场 今天上午10点的时候开幕 先来看看稍早的开幕式 这一届珠海航展地面装备的适应性训练 陆续开展 多型地面武器的装备也悉数亮相 其中新装备超过了三成 是历届大陆航展之最 就有专业人士他们分析了 珠海航展已经成为了展示大陆航空力量的平台 也是展示大陆空军装备的重要展场 现场有实物展出 有贸易和飞行表演 今天起的三天是专业日 主要的是参展商和外贸交流 让国际的客户由管道来参观和购买 让大陆自主研发的武器装备 能够走出大陆 而15号到17号则是公众日 还另外的民众都可以买票进入 珠海航展主要是让武器设备 能够和世界的军售接轨 还可以展示最新的武器展现军事实力 换言之就是另类的秀肌肉 只是它是用航展来包装 菲律宾的民众日子不好过 接连的几个台风导致当地灾情不断 但你看到的是在星期一 台风节梗登陆菲律宾 强风奏雨也扎中了当地的灾情 除了有2500个村庄被强制撤离 那么其实过去在一个月里头 总共有四个台风接力横扫当地 洪水重创农业 后头的天吐台风又带来威胁 狂风暴雨持续横扫菲律宾 行人在雨中寸步难行 机车骑士更是左摇右晃 树木灯杆 抵挡不住强风威力 连根拔起往街上岛阻断交通 山区道路被浑浊雨水淹没 土石流冲毁更多家园 救援团队深入灾区 抱起老人小孩送往避难所 台风结梗周一早上八点十分 从菲律宾旅宋岛东部登陆 尽管威力减弱还是造成严重灾情 2500个村庄被迫疏散 大马尼拉地区许多学校停课 菲律宾政府发布洪水与土石流警报 一个月面临四个台风 当地农业与基础设施损失不计其数 接近年底台风还接踵而来 CNN气象主播分析与海水温度有关 这几周台风谈美 康瑞还有银杏接连过境菲律宾 加上飓风威胁已经夺走一百多条性命 接下来还有天兔万尼持续靠近 对当地人民老天爷的考验截二连三 TB新闻综合报道 东南亚的政经发展最新动态 我们一起来掌握 一样先从泰国来看起 泰国会商银行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 发布川普2.0研究报告 提出了一些预测还有包括市井 认为泰国经济在短期之内 将会面临更多的下行风险 另外MF则是预估了 明年全球经济将下降0.8% 泰国的经济也不好 将会减少0.5% 我们再看到美国大选结束之后 美国人搜寻搬国家这个单字激增 最想搬去住的国家包括了 加拿大 英国 日本 占据排行榜的前三名 搬来亚洲的也有人是这么想 像是在南韩排在第21位 菲律宾在第22位 泰国排在第23位 那么新加坡因为物价稍微高了一点 就排在第28位了 再看到是泰国政府 泰国政府泰国的交通部 已经向泰国机场管理公司 下达最新目标 发展肃旺纳普机场 希望开在5年之内 挤身世界最佳的前20名机场 另外一个新的计划 通过安装太阳能光伏板 实现清洁能源 看到是正在北京访问的 印尼总统普拉伯沃 出行了印尼工商总会 与大陆多家企业共同举行的会议 预计将会签署超过100亿美元的投资协议 最后看到的是争端 针对菲律宾新颁布的法令 大陆政府强硬回击 发布了黄岩岛领海基线声明 以及南海部分岛礁的标准名称 同时表示将会持续加强在黄岩岛领海 以及相关海域的巡航执法 以上讯息是由泰国世界日报提供 回到新闻现场 国内的餐饮业者 特别是手摇饮料店 发现原本指名要用的日本进口牛奶 现在货源越来越少了 我们的独家报导发现 原来在日本福岡当地出现了一种疫病 这是牛脂罹患了牛结结诊 阳性确诊 所以根据我国的法规 暂时有一些的日本牛奶 没有办法进口到台湾 芋头放好放满 在豪迈倒入北海道石胜四叶牛乳 北投手摇木木的招牌 如今却拉紧抱 没牛奶 木木木木没牛奶 业者几乎在崩溃边缘 因为拉开冰箱 牛奶已经畅空成季 算下来每个月用量 高达一千五百瓶到两千瓶 如今可能只能撑一个礼拜 整个头都很痛 然后就是我真的 就你问我怎么办 就是我告诉你 我也不知道 一个方案就是无限期停业 牛奶厂商可以推荐的话 可以联系我帮帮我救命 业者秀出供应商通知书 除了四叶牛乳之外 就连北海道寒馆直送 三点青牛乳 也通通受到影响 中泽纯深鲜奶油系列 更暂停进口 你好咯 谢谢 另一头就连知名的连锁手摇 也受冲击 像是他们的奶茶 还有双齿磷 通通都有用到 北海道石胜四叶牛乳 不过从12号起将会停用 石胜秀出供应商声明 原来是因为日本福岗县检验发现 牛节节诊阳性病例 根据台湾农业部规范 所有牛乳出口国或是地区 必须在出口前至少90天内 没发现牛节节诊案例 因此店面将更换牛乳供应来源 暂时换成台湾的统一鲜乳 基于法国的原则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再进行后续的供应 那我们现在还在积极寻找 其他适合的台湾小农的牛乳 而看看彰化名店店员也透露 因为用的是四叶牛乳 也收到通知 所以冰淇淋不确定卖到何时 小镇捏手面包店也发文 表示四叶牛乳断货 以测试台湾的鲜奶 12号起牛奶吐司不受影响 而截稿前农业部还未回应 但这问题影响层面 恐怕持续扩大 TVB的新闻李建伟刘轩 台北怎么到 今天的南韩新观察 要带您时光倒回到15年前 原来南韩食品业者 在政府的支持下 将韩食文化输出到全世界 近几年也获得了 欧美韬客的喜爱 从民间到政府做了哪些努力 我们一起来看 餐桌上有韩国常见的调味料 辣椒酱和大酱 旁边还有各式韩食料理和食吃区 为了推广韩食世界化 南韩政府和韩食政经院 前来海内外美食专家 探讨如何将韩食影响力 扩大到欧美地区 将南韩特有的酱文化 结合菜色 探索世界化的可能性 同时提升韩食产业 目前已经有不少韩食企业 成功进军海外市场 根据2023年 韩食振兴院的调查 超过50%的企业表示 未来三年内 有将韩食产品进军海外的计划 在海外大型南韩品牌超市 韩国食物也很受欢迎 除了说出韩国美味 南韩企业也举办料理教室 吸引外国观光客 认识韩食 强调韩国料理的日常性 不是只有特殊日子才吃 让外国人更容易接触韩食 南韩饮食文化 透过各种途径大外宣 近期最成功的案例 就是Netflix的南韩食禁秀 黑白大厨 节目里的主厨与便利商店 吸手开发联名商品 其中人气最旺的 就是重现节目中 利用超商材料制作出的 这一道粒子提拉米苏 在黑白大厨节目中 担任评审的白种源 本业是餐饮企业家 旗下拥有咖啡店 中式料理餐厅等 25个餐饮品牌 光是在南韩国内的加盟店 就多达2900家 白种源旗下 连锁餐厅品牌 The Born Korea 11月将在韩国IPO上市 出户市值4920亿韩元 这合约113亿台币 2008年前南韩总统李明博任内 推动韩食世界化 由政府带动民间向外输出韩食至今 借由饮食软实力 顺带拉抬南韩国家品牌价值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一个新的观察 文上的商品 怎么会陷入了统战争议 立委发现在电商平台 迎战双11购物节档次 有一款文创商品是贩售 解放台湾的T恤 怎么回事连线给记者宗泽 欢迎双11购物节 可能很多爱网购的民众 盒包大失血了 不过民进党立委就发现 有知名的电商平台 开卖解放台湾T恤 这个T恤的品名就叫做 解放收复祖国统一下季宽松背心 每一件359元到451元不等 而且不论是T恤或是背心 通通都有 而且是有非常多款的颜色 就让立委质疑呢 这个是有统战疑律 带你来听 中国渗透和认知作战是无所不在 台湾人因巨买统战商品 同时相关部会要绷紧神经 不要让台湾被中国无声无息渗透了 结果还没发现 好 你可以听到民进党立委林带话 他是觉得这是陆方的认知作战 也呼吁台湾人应该要巨买 他也提醒相关部会应该要绷紧神经 不要被大陆渗透了 我们台湾人还不知情 刚刚提到了双11购物节 谢谢来看 在我们台湾做生意的大陆电商平台 如何推优惠 据说这次砸下大约20亿台币的额度 让客人可以享受跨境免运 提高下单率 当然在折扣优惠方面也是推更多 那像我们今年最新款的一个游戏片 在2024年我们寄出的是全新的一个现货 让玩家可以现买现玩 新决往年的经验 双11档期货员先保证充足能迅速拿到货 精准掌握消费者喜好和需求 电商平台一年一度重头戏双11又登场了 一些高单的商品我们都寄出像是三折的一个表现 那在美妆保健的部分的话也有五折的一个下下 我们跟便利商店的一个通路结合 满额就可以享免运 同时让你到便利商店取货的话 我们还赠送咖啡券以及美食券的一个优惠 至于另一家本土电商专攻电器3C和日用品 最夯的iPhone手机最高折2000元 家电扫地机器人狂杀27折 空气清净机更是买大送小 AI今年是一个非常火热的话题 那也随着AI的运用越加的多元 然后开始走入日常 所以我们也预测今年的AIPC电脑 或者是一些智能家电 也会是在双11会是热销清单里面 比折扣以外战线也拉长 不光是锁定11月11号这一天 几乎都是从11月初电商站就开打 我们有观察到我们的业绩 相对于去年已经来到了双位数的成长 那也显示消费者能够精准把握优惠加码的时机 我们有做了一些预测的趋势 例如说明年的过年会提前在1月底发生 那我们也预测企业的尾压采购 也会提前慢慢的搭配这个双11非常深的折扣 今年各大电商更是不敢大意 因为中国大陆电商淘宝强攻台湾 祭出高达新台币20亿元 堪称史上最大力度的补贴计划 凡是满99元人民币就可以跨境免运 为了提升便利性 还携手Seven新竹物流共同扩大免运的运送服务 以目前的台湾市场虾皮几乎独占C2C 也就是个人卖家对个人消费者恐怕会沦为淘宝押境的海啸第一排 尤其对于在平台上从淘宝批货转卖的中间商 影响最为显著 至于本土综合型电商 Momo PC Home等都是B2C 也就是企业对消费者 而且属于品牌商品为主 所以业者认为和淘宝的客群是有所区隔的 因为我们日常其实就已经有给民众很多很多的一个运费的一个优惠 所以双11个档期我们最主要的聚焦是在商品的一个折扣上 以往可能都是需要1200到2000不等的一个免运的门槛 在双11个档期我们都有推出像是至少有299 就可以到便利商店取货的一个优惠 折扣站第一架竞争已不足够 现在连免运、便利性、品牌也都得一并考虑进去 我们有产品品牌的差异化来保护 另外就是我们可以用直播或者是短影片这种方式 这种娱乐式的购物在欣赏影音 在欣赏直播组的介绍之下 没有办法花很多的时间去比较产品 然后可以发现产品的特色就购买了 那这是一种可以避开价格战的一种方式 尤其双11虽说是一年当中最下沙的档期 但现在普遍延续到双12 五花八门的折价比拼 有时也让消费者比到心累 世界各国都发现消费者对于这种促销已经越来越疲乏了 也就是说很多的商品其实在这些折扣的 这些年节的促销当中 价格并没有真正的比较便宜 所以呢也造成了这些双11双12的促销 它的销售额的增加并没有往年的这么大 以目前市场布局本土和跨境电商用户属性和商品仍有差距 折扣多诱人以外做出差异化品牌特色恐怕才能抵挡竞争白热化 特别新闻连至周宣台的报道 国内的金融圈在关注这个消息 也就是富邦金宣布了代替这个子公司富邦投信 要并购日盛投信 对于投资人有哪些影响呢 或许未来您购买的货币型基金 就是由这两家合并后的公司所贩售 富邦金控代子公司富邦投信公告 富邦投信董事会于今日11月11日 通过吸收合并日盛投信案 富邦金控周一晚间8点钟 召开众讯说明 以总金额18.03亿到20.44亿的规模 买下日盛投信100%的股权 双方合议并购 等主管机关核准之后 就会订定合并基准日 预计2025年完成 除了扩大经营规模之外 提升竞争力以及降低营运成本 成为亚洲一楼资产管理公司 是在这一次的这个合并案当中 具体而显见的这个合并成效 从管理规模来看 截至今年9月份 富邦投信是7526亿元 合并之后的规模有望提升到8354亿 行业排名维持第四 不过比较显著的部分是在货币型基金 富邦投信指出总规模会从567亿 提升到1092亿 整体公司排名可以提升到市场第二大 本次的合并案是由富邦投信 买下日盛投信100%的股权 那是以吸收合并现金 给付现金合并对价 为吸收合并的这个方式 只是说现行的金控法规定 一家金控旗下只能有一家投信子公司 因此富邦金控买下日盛投信100%的股权之后 将推动富邦日盛投信二合一 延伸精神病的相关纵效 TVB的讯息 许佳瑞丁一台报道 云林当地出现了一面特殊的告示牌 也让网友注意到建国眷村正在改建 不管原始的创意是什么 总会要让人想要找机会去逛一逛 建国眷村的告示牌看似中英对照翻译说明 但是这英文版怪怪的 民众看了看不是翻译是歌词 干脆从手机播放歌曲 下面这一个 就是应该是一首歌 停出来了吗 是网路酷手再度流行起来的老歌 国外歌手瑞克阿里斯 永不放弃你的歌词 告示牌应该是注意事项 却变成了网路迷音瑞克瑶 这个哽让建国眷村带来话题 为之后的正式开幕暖身 现在网路上很红的这个瑞克瑶 它其实是一个 我们暂时一个公告的一个告示牌 原来这是非正式版本 设计厂商的创意要吸引民众注意 也真的引发关注 让人会心一笑 县福表示 不用担心外国游客 看不懂正确的告示 正确版本在这边 建国眷村目前整修阶段 现场有两个告示牌 一个中阴对照正确版 一个歌词版 验收之前歌词版会改成正确版 瑞克把大家咬醒 注意到眷村之后 这版本工程升退 告示牌修正之后才会通过验收 TBS新闻张崇敏 吴淑平云林报道 紧接着看到阿汤哥继续挑战极限 他的系列电影 不可能的任务来到了第八部 来看预告 交给一听 由阿汤哥汤姆克鲁斯主演的 不可能的任务系列第八部 正式公布片名为 不可能的任务最终清算 首次的预告也曝光了 只见阿汤哥饰演的伊森韩特 饱受摧残 继续狂奔拯救世界 好这次阿汤哥还是必须要面对 人工智慧生存体的威胁 还要和伊赛莫瑞饰演的大反派 盖布瑞上演谍对谍攻防 目前定于明年5月23号 在台湾上映 外媒先前曾经报道 因为罢工延误等因素 让这部片的成本飙升 将近四亿美金 约台币一百二十九点五二亿元的天价 伊森韩特拒绝牺牲所爱之人的作风 能不能让他再次成功的完成 不可能的任务也备受影迷期待 谢谢收看 请锁定稍后Focus世界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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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